雪糕甜品版珍多冰 相食芥洋多士 椰王印尼咖啡 這些印尼食物賣上有多吸引 餐廳格局還像一間咖啡 前身在1975年 在佐敦南京街開的巴黎餐廳 由Joanne的印尼華僑爸爸媽媽創辦 經歷將近半個世紀 現在由第二代Joanne和男朋友Johnny 一起去傳食 以前小時候其實不太喜歡餐廳 因為放學 我媽媽會叫我把我鎖在櫃檯中 叫我做功課 做完功課找完書之後就要幫忙 很小時候就從小學開始 傳一下菜 埋下單 我就會覺得我沒有私人時間 不能出去跟朋友玩 那時候其實挺厭惡的 始終很小時候 我大學在澳洲讀書 我就讀帳戶和商業法 其實我大學剛剛畢業的時候 想做Big Four 但是我一畢業回來 我媽媽剛巧就離開了 我爸爸就說 不如你不要先去找工作做樹 你先在這裡幫忙 先過這段時間 親戚朋友都這樣說 你陪陪你爸爸 我覺得好 結果就走不了 爸爸就是每一天都要喝茶 他堅持 他就逼我一定要陪他 我對這件事是非常厭惡的 我每天都要和你吃飯 每天都吃同一樣東西 你知道老人家叫來叫他 都是那兩三樣東西 我覺得很煩 但是讀完書 畢業回來 媽媽又走了 就會覺得 其實這些時間很珍貴 反而是 我會想整天抓我爸爸去喝茶 是 是 一個轉變 但是他 始終在那段時間 其實他開始老人癡呆 都七十多歲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他自己搞不清 他覺得自己賺很多錢 後來我才知道 他整年都沒有教授 所以他就覺得自己賺很多錢 之後Joanne的爸爸就開始退休 餐廳由Joanne接手 當時業主加了差不多五成租 Joanne承受不來 就決定搬店 輾轉就選了尖沙咀樓上店 繼續經營 而印尼菜大廚Saba 在餐廳都做了三十一年 最拿手就是印尼菜名物 巴東牛肉 我們是首先做了巴東醬 然後做了之後 再跟巴東牛肉 一起再燜 前後都起碼要三至四個小時 最特別的幾種香料 第一就是薩林葉 第二就是石栗的一種香料 這兩樣是很特別的 巴東牛肉裡面 如果你沒有了這兩個配料 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機底醬它就不需要熬很久 但是它就要我們把材料打磨 磨碎 然後再拿去高溫煮 那裡都一個多小時 其實也不是很複雜 不過就要心機 全部我們的醬都是自己做的 這件事都很重要 我覺得 他們是用美國牛煎 因為牛味重 筋肉相間大爽 全程大約燜三四個小時 肉質淋軟入味 食巴東牛肉 最夾就是配合特製香口的黃薑飯 前後花了六個小時去做 首先將天然香料 有新鮮黃薑、黃薑粉、香茅、檸檬葉、斑蘭、月桂葉和珍珠米一起浸水 吸收香料的香味 然後分兩次蒸飯 在第二次蒸的時候 才加入椰汁 令飯粒乾爽粒粒分明 我們自己煮的 其實不難的煮 不過麻煩 主要成份是綠豆粉、斑蘭葉 然後一邊攪拌 一邊攪拌 首先你一定要大火 可能你停個五、六秒 它已經焦底了 所以一定要不斷地攪拌 攪拌到它好像鬼口水的狀態 之後立刻放進冰裡 壓成條 情侶當攪拌餐廳 究竟有沒有遇過挑戰呢 其實Johnny幫我很多 我是一個沒什麼創新力的人 他這樣說 沒什麼創新力 他就會有很多新的想法 好像現在我們的新菜式 加爾多士 以前珍多冰一杯一杯 現在轉為碗 碗其實是最傳統的 你在印尼、馬來西亞 你在街頭吃到全部都是碗 不會有一杯一杯 這些基本上都是Johnny的想法 我就想不到這些 我就只會做 這樣互補 我會覺得我是代表著樂觀的派 可能一邊是暢淡的 一邊是暢好的 因為做一間餐是很難的 特別我們接手的時候 可能是叫做一個廢墟的 開始做 正常人可能見到那種環境 其實不想做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有些不同 我就覺得不是 這件事雖然外觀有些問題 但它內裡的味道是很好吃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做得出來 就是我看到價值 可能有些人會被表象 現況的困難就退卻 但我又不是 看到一些比較長遠 有價值的東西 我就覺得值得堅持 就是那種人 我真的很負能量 我會覺得它 有時會修正我的想法 例如我會覺得 好像他剛開始說 剛剛接手的時候 是一個廢墟 不是說那種地方 是一個廢墟 可能在菜式上 在經濟上 我剛才說 我爸爸一年沒有交租 但一件事我就是要還債 我會覺得 這些東西 我會覺得 不如算吧 但反而 他很正確 他會開解我 這方面 就好像Johnny剛才說 有時會覺得 好像很多困難 又或者 經營上 客源上 有時會覺得很灰心 不如不要做 我爸爸是兩年前過世的 但是 自從爸爸離開之後 這個念頭會少了 我會覺得 這個是 爸爸還沒留下來 算是唯一留下來的 我會想真的保持著它 我覺得做得好 這間餐廳已經是 保護到它 我們沒有說 因為 錢錢的東西 吵架 但會因為 我又有個毛病 很心急 我會很容易 就 上班又說工作 回到家又說工作 其實是很不好 但我又很心急 覺得 不行我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當你給了工作 去洗腦 你變成 沒有了 沒有一般人的溝通 對感情不好 兩個人 一粒一凸 互補長短 他們對餐廳 又有甚麼期望呢 其實印尼菜 也算是一個比較小眾的菜式 不像日韓 台灣菜 大家都熟悉 大家都喜歡 我會希望 可以把這個小眾的菜式 特別是印尼菜式 在香港已經越執越多 老店 退休 沒有人接 那就沒有了 我會希望多一些 年輕人會想 願意去嘗試 這種菜式 對我來說 我剛剛做這間餐廳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很為它 很不值得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以前 南京家營市的店面 就是比較黑暗 有些人曾經形容過 這裡都不知道 在做甚麼秘密的實驗 就是很恐怖 很陰心恐怖的地方 令到它覺得 印尼菜 或者這間餐廳 都是這樣 我在那時候 我覺得 很為它 很不值 明明它是一個 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在我當時的想法 就是要盡快幫這間餐廳 拿回應有的專業 我覺得現在都叫成功一半 有新的年孔 大家都認同 這是可以吃的 都可以的 價錢都公道 值得 給錢去做 我覺得成功一半 任何事情都會有結束的一天 但在結束之前 我希望盡量做得好些 可以留下一個好的回憶 今天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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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